新的一周又开始 一起来关心到天气状况了 今天受到封面接近的影响 比起昨天 今天的天气会更加的不稳定 除了东部跟东南部 有局部短暂震雨或雷雨之外 其他地方也会转为短暂震雨 或者是雷雨的天气 详细的这样的状况 我们就从定量脏水日暴徒一起来看到 现在封面呢 其实已经来到了台湾的北方海面上 在西半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 都会逐渐转为有局部短暂震雨 或者是来到雷雨的天气 而东部及东南部地区 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短暂震雨 而且在午后的时候 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各山区 也都容易有短延时长 藏雨或是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所以要提醒大家 今天出门的话还是要攜带雨具 而至于明后两天 其实都是受到封面的影响 封面的位置会在明天的时候 直接来到台湾的中部 也就是说刚好卡在台湾的中间 所以降雨会是最明显的时候 包括整个西半部 还有东北部地区 都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 而东部跟东南部地区 也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震雨或雷雨 而在后天也就是星期三的时候 可以看到封面的位置是因为再往南压 所以台湾的中南部地区 东南部地区都有局部短暂震雨或雷雨 也有局部较大雨是发生的几率 而其他地方则是雨是会稍微的趋缓 但还是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短暂震雨 而且要提醒大家是会收到封面的影响 北部地区下雨之下呢 其实啊这个凉空气的影响之下 高温可能会下降到24到25度左右 这位早出晚归的朋友 可能要记得戴一件博外套 千万不要感冒了 而且要提醒大家 很快的是在6月1号之后 还会有新的一波封面影响台湾 到时候降雨又会变得明显 也就是说短短一周就会有两波封面 接力地来报道影响台湾的天气 最后来关心到大家都很关心的 今年第一个台风爱维尼 它虽然在昨天深沉 未来也预计要继续地 往东北的方向来前进 不过可以看到 其实它距离台湾是蛮远的 从前世路径预测图我们可以看到 它会是往琉球的东边的海面来通过 对台湾不会造成直接的影响 但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 今天开始一直到周三 东半部的沿海还有基隆跟恒春半岛 都要注意可能有长浪的状况出现 所以如果有出海的计划的朋友 一定要多加的留意了 最后几点气象小丁丁要提醒大家 今天天气比较不稳定 所以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西带雨具 而东南部沿海的朋友 则是在工作上面要特别的留意 如果有要出海的话 一定要防止长浪的状况 因为其实在这几天是受到了台风的影响 在东南部沿海都会有长浪发生 接下来带你关心到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 我是王一中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